本院委员李贵明等11人临时动议 鉴于我国蕴藏庞大创新研发能量 优秀青年亦常在国际各大发明展上频频得奖 然却少见优质的创意发想转换为具体的经济效应 显见我国的创新研发能量仍未被充分运用 为此原建请行政院折成相关部会成立发明人服务单一窗口 以整合智慧财产权咨询创业辅导与技术交易整合平台等资源 并加速发展创意之商品化及提升国人发明之诱因 是否有当尽请公协